好朋友们咱们继续 这节课呢讲内容呢是超全局数组 什么是超全局数组 在前节课当中呢有一些什么 到时候下完get呀 到时候下完post呀 到时候下完request呀 还有survey啊 session cookie呀 这些东西我曾经让大家记过也背过 好那么说 咱今天就带大家来用几个来看一下 什么是超全局数组 新建文件还是 我先怎么着 我先建个1.html 1.html 好像现在没有写这天面了 来打开新建 这天还记得怎么写吧 格式 他然后呢 html 然后斜线html 这里边怎么写呢 hide对不对 还记得吧 斜线 hide 里边是啊 实质字符集 怎么 meta cgr chasset等于一个 utf 杠八 上上还有什么 title tle 期限 tle 写 写个超全局数组 超全局数组 前中我写个放表单啊 然后写个包的 写线包的 怎么来做一个前台的一个什么 html实现一个什么用户提交数据的一个功能 那怎么写呢 我先写放表单 好 记得放吧 放 写线f oom fom 写完它之后呢 嗯 放本什么东西啊 有action 是不是 actln acln有提交地址 然后呢 调地址我写一个写个login login n.php 把数据提到PP里边去处理 然后这边写上 input 用户名 用户名 冒号 input type等于 type等于 text 然后呢 name 等于一个 user name 好 就写这么多 用户名 加一换行 好看一些 bm 换行 然后再写个密码 密码 冒号 input type等于 写个pass wrd 然后name 等于一个 pass wrd 再加一批号 然后再写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 input type等于 submit submit 然后value写一个 写个登录 一个登录哈 登录 好 写完它之后 咱们通过 localhost 去访问一下 到哪呢 到十二十二节课下边呢 一点前半刷新 哎走 用户名 里斯密码 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一些记录的 以前呢 可能说cookie值啊 什么 直存着的 咱们用户的 以前输入的 先不用管它 我这会呢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写 然后呢 我直接点登录 哎 点登录的时候 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他找login.pp 然后user name等于空 password等于空 等于空 那好 咱先怎么先把这个补权 他什么缺少一个login.pp 好 来 新建一个login.pp 然后建个pp文件 监口问好pp 然后保存变成login in.pp回车 看了 然后到这会儿 我刷新 刷新 我点登录 哎 怎么把里斯给提到过来啊 然后password呢 但是呢措施不报了 此次个措施 错误是不是已经不报了 然后他怎么就能接受到什么 怎么就能接收到 input表单里面传过来的 优势内部和password了呢 怎么能接受到呢 来看好了 我写个什么 我弄不 在pp文件里边 弄不弄什么 dollar 下来 get 回来 刷新刷新 里斯 点登录 哎 犯什么 他变成了一个数组 他变成了一个数组 变成了一个数组 通过get可以接收 可以接收啊 那这会儿可以指定的提交方式 还记得M1 M1提出od 等于一个默认 你不指定get 他也是get的传组方式 回来 刷新刷新 我写了张三 张三 密码 密码写一个123123 点登录 哎张三还有123123得到了 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指哈 这块 M1提出od是啥意思呢 指定你的提交方式 如果说我不传的话 我就是不指定的话 默认是get 通过什么 通过UR地址去传的 通过UR地址去传的 这是get方法 get方法 那么说 我用 我还可以什么 verdumple 打印出来 dollar 下面post 一个超级组组啊 回来 刷新 刷新 然后点登录 还是空 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你用post传输 方式提交 你必须接收的时候 用什么 比如说你这块 你这会用get这块上 你想用什么 在pp文件里面 你想用post接收 你这块呢 必须要指定什么呢 方式post 再看 刷新 然后放一点天闷 刷新刷新 刷新完之后 我点登录 哎 这样就可以接收了 你看post呢 不是通过UR地址去传输的 get呢 是通过UR地址去传输的 直接那个post和get一些区别呢 就是说post的稍稍的要比 get要安全一些 传输数值要比较大 比较多一些 这是get post的 再说一遍 这块你传输的时候 如果说你只能post 你必须用post接收 你指定get呢 你必须用get接收 好 再说个 这是post和get 说他之后再说一个哈 一个东西叫做到这下线 Р121Q2 site request 然后overduplo 打印出来 会是什么东西呢 刷新刷新 同样可以 什么意思呢 request这个东西啊 他可以不仅仅能接受get 还要接收还能接受post的 他呢可以接收他们两个同时 就是他们两个同时传过的纸 他传也可以得到 get传也可以得到 post传都可以得到 这是意思 这是三个超新军数组 说他之后呢 还有别的吗 还有别的吗 我再说一个 考虑新建 肩块万耳PP 保存 这个叫什么 ser s1 s2 v1 r.pp 我直接打印 这个数据比较多 Dollar项页 s1 r v1 r 大写 s1 s1 r v1 r 好 来访问一下 回车 找他 这个数据比较多 你看什么 主机名 还有什么 这是啥 把那什么端口号 然后这个是那个IP地址 一会儿我跟你说一下 后期咱们用到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提到一下 还有什么 请求的时间 这是时间戳 这是时间戳 等等 这东西 还有什么 目录在哪呢 在哪里面下面 还有什么你的阿帕奇亚PP信息啊都可以得到通过这个东西通知你比如说我想获取这后老口号怎么获取呢 怎么获取呢 给咱们取什么取数组元素一样啊一样你这会儿移出来到那下号线s1rv1r下面的什么呢 只学来看一眼 Http 耗子 只学这样 你看我刷新 刷新 直接使老口号手可以得到啊 他就是个数组啊 就是一个数组 说白了就是个数组 没有什么难度 如果说后期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呢 需要用到哪个东西呢 我会再去提到因为东西太多了 他说用到你用到哪块的时候叫哪块 这是超新军数组 刷新之后还有什么 还有sessioncookie sessioncookie呢是用在什么用在用户登录注册的时候那块会用到也会讲到啊 会讲到 刷新之后再回过头来 再回过头来 你比如说我这一两天半我点登录的时候交给谁呢 交给了PP去处理 交给PP去处理 交给PP处理之后呢 你比如说这块 咱就想来简单实验一个什么 简单实现一个 简单实现一个用户 注册 好吧 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也行 用户登录模拟好模拟 我怎么说我这块可不可以怎么着 把它复制过来这样写 $username等于什么 到这下线get我就不做处理了 get这就是username $password等于到这下线get下边的谁呀 passwrd 这么去玩的 然后之后呢 这块就好比数据库已经查出来了 值呢这写个呢 $ $user等于写个张三 张三 你看呢这个什么 $ 这个写正是passwrd 这块呢 $ $passpassw等于这些ps等于一个123123 好张三123这个呢就好比单位数据库啊就模拟从数据库查出数据 查出之后 你想咱们登录的时候怎么着 肯定是你从html页面提交过来值的时候 你从html页面提交过来充这个什么 通通页面提交过来值的时候交给pp为念 pp呢 然后查询出数据库查询出数据库查询出来值 你登录登录怎么着肯定是你以前注册过对不对 注册之后那些值呢已经放到数据库里边去 放到数据库里边去这块是模拟代码 此刻就好比我已经查出来了已经查出来之后呢 通过你什么通过你引铺的表单传过来的值给谁做比对呢 给用户名和密码做比对 如果说他们两个完全符合证明啥证明用户名和密码是正确 好这就是这样那怎么写呢 if判断一下吧 else 这写什么 $username等于等于$user 并且是不是并且 并且$psswwrd 然后等于等于等于$ps 让这些echo一句话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这会呢echo一句话 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好 刷新刷新我点了一次点登录 哎登录失败 那么那么说也张三呢 张三 这块钱123123点登录 哎登录成功 怎么着呢 是通过比对的哈 这块就好比数据库查出来数据往这放了放到这了 然后再去给你的影铺的表单 去比对一下 如果说用户名对密码对证明这用户已经出错过 然后 就可以让它登录成功 好来看下笔记哈 笔记超级数组 gat post request 然后他俩区别一定要知道哈 他可以接受他两个的 他两个的都可以去通过他去接受 还有server讲过了 然后session后期的时候用到会讲cookie 算是这个什么 他这个数据里边有好多东西 后期咱们讲分页的时候可能用到他 可能用到这东西 如果用到哪块呢 我给大家再去单独说 他一个去讲哈太多了 还有关于gat 关于gat 然后提交的方式的有gat post 然后gat如果说你的表单中 不写提交方式默认识gat 那也做过測試了 通过url传过去的就是通过啥 通过他传过去的 就是通过他传过去的 然后呢 如果说你想使用post的方式去传参 你必须指定post的方式 哪块呢 这块 你必须归我指定这块变成post 必须我指定哈 然后你用gat的方式提交呢 你必须用gat接收 你用post提交必须用post 接收 这毫无疑问 然后还有request 可以接收什么post 也可以介绍什么 也可以接收gat传过来的值 建议呢 你用什么方式提交 就用什么方式接收 还有这个东西 这是或许 这两个先记着哈 或许ip地址 还有上级来源页 这两个东西 好这就是北京哥所讲的内容 因为有数据 这就是北京哥所讲的 就是北京哥所讲的